洛杉矶市市长贾希提11日表示 16岁及以上的居民最早将于4月13日 在洛杉矶市管理的场所接种新冠疫苗 预计本周洛市将收到近6万剂莫德纳疫苗和5.6万剂辉瑞疫苗 目前仍有约1.5万剂强生疫苗供应 官员们说 该市的疫苗接种点将能够在其9个永久性接种点 和疫苗平等项目的移动外展中心 向洛杉矶人提供超过13万剂疫苗 其中包括约6万剂第一次接种预约和7万剂第二次接种 所有接种场地将于周二至周六上午8点至下午4点开放 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移民议题 总统特别助理泰勒·莫朗4月12日表示 拜登政府已与墨西哥、洪都拉斯、威地马拉 达成加强边境管控协议 三个友邦愿意配合美方要求 各自增派军队进驻边境地区 目标在于阻止大批移民持续涌入美墨边境 对于解决美墨边境的移民危机 他表示 拜登政府采取双管旗下策略 包括在美国国内处理无成年人陪伴的无证儿童 并且针对为何中美洲国家民众 要朝美国迁徙提出治本之道 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12日表示 已与香港汇丰银行达成协议 以获取相关文件 这些文件或可能有助于防止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被引渡到美国 在周一的庭审中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Linda Chen 批准了华为与汇丰银行之间的文件共享协议 孟晚舟的法律团队早前要求汇丰银行提供文件 但被英国一家法院拒绝 加拿大天文学家发现了三颗目前自转速度最快的赫矮星 据悉 这些赫矮星在赤道处的自转速度 约为每小时35万公里 这比正常情况下的木星自转快了约10倍 比此前测得的此类天体最快速的旋转快了约30% 每颗赫矮星大约每小时完成一次完整的自转 以英雄的湖北浴火重生再创辉煌为主题的 中国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12日在外交部蓝厅举行 中国国务院委员兼外长王毅发表致辞指出 刚刚过去的4月8日是武汉解封一周年的日子 过去这一年对湖北来说更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一年 控制住疫情后 湖北立即开启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 以危机倒逼转型 以重启推动升级 在疫情后重建家园 重振发展的大考中再次提交了一份优异的打卷 相信经过疫情的魔力和洗礼 古老的金橱大地必将迸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王毅还强调 中国将坚持开放合作 与各国携手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